中美的登月竞争已经开始了 中国计划在2028年前建成月球南极科研战 而美国则计划在2025年左右重返月球 载人登陆月球南极 并在月球上建立永久性的基地 按照这个时间点 双方的竞争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胜出者将引领未来几十年内的月球科考 成为世界航天领域的另头羊 于是网上就开始炒起来了 有些人说美国已经取得了领先优势 他们本来就有登月经历 去年11月份的阿尔特密斯一号火箭 也成功发射升空 还拉拢了一众盟友等等 反正意思就是 美国返回月球的机会相当高 这么一题好像挺有道理的 毕竟美国是可以无限印钞的 只要他们愿意 就可以在航天上砸下其他国家数倍的资金 比如NASA2022年一年的经费 就高达240亿美元 是中国航天的好几倍 由此可见 在登月竞争中 美国的优势确实相当大 当然也有些人说了 中国航天有着体制的优势 我们的经费的确不如美国 但是钱都用到了刀刃上 从1992年到2013年 整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一共只花费了390亿元人民币 但总能花小钱办大事 不仅实现了月球背面登陆 更是成功地取回了月长 效率远远超过美国 然后双方吵得是不可开交 公婆都各有道理 其实中国与美国的登月竞争 早在2005年就已经开始了 当时中美欧俄应日 相继提出了宏伟的登月计划 后来科学发现报 还将世界各国的登月时间表进行了对比 发现是一个比一个能吹 比如俄罗斯计划将在2005年时 将登月飞船首次送到太空 印度就声明要在2008年 发射第一艘无人登月飞船 美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再次登月计划 想要在2020年冲返月球 日本就喊出我们不仅要登月 还要在2025年在月球建立基地的口号 并且要让机器人成为月球基地的拓荒者 好家伙啊 这些计划各个都是PPT中的高手啊 相比这下 中国的探月计划就有点寒酸了 就是在三年内实现嫦娥一号绕月飞行 六年内实现月球车在月面软着陆 2020年左右实现月染采样返回 也就是最常规的绕落回三步走战略 相比于其他国家 我们的探月规划相对保守了一些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这份报道 我们在2007年实现了嫦娥一号绕月飞行 在2013年实现了嫦娥三号和玉图号月车软着陆 在2020年实现了嫦娥五号月球采样返回 当年吹出的牛我们几乎都一一实现了 那么其他一起吹牛的小伙伴呢 看一份数据大家就都懂了 从2005年至今 世界各国总计进行了七次登月尝试 只有三次取得了成功 成功率还不到50% 而取得这三次成功的 这是中国的嫦娥三四五号登月任务 换句话说 当初信誓单单要登月的几个国家 只有中国全部都取得了成功 因此有网友戏称 大家只是拿个登月BBT吹吹牛 只有中国傻傻的当争了 本报一直说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如今的中美登月竞争 其实答案早就藏在曾经的铺垫里了 中国当初是说超越其他国家的 以后也是一样的 其实在登月之争中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落后的非常多 早在1958年 美国和苏联就相继发射了 先驱者零号和月球EA号月球探测器 开启了人类探索月球的尝试 尽管因为早期技术的不成熟 两国的探月计划大多以失败告终 但是任战开始后 美苏两国在各个领域展开了全面的竞争 象征着人类最高科技之一的航天领域 更是两国争夺的重点 所以美苏两国都对月球探索 投入了海量的资源 屡败屡战 据不完全统计 从1958年到1976年 美国和苏联共计进行了 约100次的探月活动 在不计成本的投入下 双方都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 比如说 苏联实现了人类第一次近月飞行 第一次月面硬着陆 第一次无人机器取样返回等等 至于美国取得的成就 就更加令人瞩目了 除了1967年阿波罗11号 实现第一次载人登月外 美国还先后完成了六次载人登月 将12名航天员送上月球 带回了382公斤的月球样品 获得了大量的科学数据 而中国就相差很大了 1970年 我们才刚刚把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1号送入太空 中国的航天事业才刚刚起步 而当时的探月工程 是一场非常烧钱的大国游戏 阿波罗计划所使用的 土星5号重型运载火箭 平均每一枚的成本 都高达5亿美元左右 相当于现在的100多亿美元 等于说 每发射一艘阿波罗飞船 就要烧掉一个航母舰队 阿波罗计划攻击历时11年 耗资255亿美元 为了实施该计划 NASA每年的预算 占到美国政府总预算的4.5%左右 平均每个美国家庭 要负担400多美元 所以在当时 对于美苏垄断的探月工程 我们只有仰望的份 当然 探月工程恐怖的烧钱速度 连美苏也有点吃不消 1976年之后 苏联取消了再人登月计划 美国也放弃了后续的探月项目 月球探测进入到 十几年的成绩期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 和科技水平的发展 以及月球探索的新发现 第二次探月热潮才正式开启 这一次的探月热潮 不同点在于 它不再是美苏两国的对手系 而是各个行星国家和势力 都开始加入到探月之争中 1990年 日本发射了第一个月球探测器飞天号 并且成功硬着陆月球 成为第三个探索月球的国家 1994年 美国的克莱门廷号探测器 首次发现月球的南极 可能存在大量的冰 进一步点燃了各国月球探测的热情 因为有冰的存在就意味着 在月球上建立月面基地 更加具有可行性了 2003年 欧洲航天局发射了 司马特一号月球探测器 它是世界上首个正式应用 太阳能电推系统 飞向月球的探测器 欧洲也由此成为第四个探月者 中国的探月计划 也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 2004年 国防科工委正式对外宣布 我们的探月计划 进入到实施阶段 按照绕落回三步走的方案 逐渐对月球进行探索 这个方案相比其他国家更加保守 也符合我们稳扎稳打的航天文化 没想到 我们稳扎稳打的探月计划 却成为了其他国家的对比对象 他们在制定计划的时候 都喜欢把中国当作反面例子 大肆宣传自家探月计划的先进 并宣称 要在探月之争中彻底战胜我们 比如在2007年 日本计划发射 月亮女神号月球探测器 月亮女神号探测器的技术 在当时确实比较先进 在抵达月球轨道后 月亮女神号将发射两颗小卫星 其中一个是中级通信卫星 另外一颗是测量卫星 他们将配合主卫星 对月球背面的重力场进行精细的测量 这是我们长额一号没能做到的 甚至在国际上都属于首次 按日本太空事务官员的说法 月亮女神号总计号资约320亿日元 将是美国阿波罗计划以来 世界范围内最大的探月计划 甚至超越了前苏联的探月工程 日本媒体在报道中 还不忘把即将发射长额一号卫星的中国 拿出来做对比 说此刻的重点问题并非在于科学上 而在于哪一国会先抵达月球 就连日本航天机构的官员都不忘阴阳怪起一番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高层的川泰选手 我不想把这个变成一个要决定胜负的问题 但我相信不管哪一国先发射 日本的任务在技术上还是占优的 我们可以见证 哪一国的任务能在科学上带来突破 日本航空宇宙技术研究所的前研究主管 长州秀夫更是直接点出 这将是一次南极科考争夺战的重演 双方将在探月工程上再一次一决胜负 除了日本 印度也不忘在探月活动中将中国作为对比对象 2008年 印度发射了越船一号月球探测器 成功将一枚小型撞击探测器撞向月球 在这枚撞击器的侧面上绘制了印度的国旗 因此整个印度都害了 印度航天局主席奈尔·高傲地表示 我们兑现诺言把月球带给了印度 我认为 没有任何别的国家能在首次探月时 就能做到这么精确 印度媒体也大肆宣扬 还不忘将中国拿来对比 说此前中国的长额一号任务中 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因此 印度已经在探月项目中实现了对中国的领先 成为美俗欧之后 第四个把国旗送到月球的国家 印度正在从航天大国 走向领先世界的航天强国 而对于日本和印度的挑衅 我们的回忆就要大其多了 首先 长额探月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欧阳资源院士 并没有像映日那样 将他们的探月计划拿来对比 反而夸他们说 中国、日本和印度的探月工程都各有千秋 日本以三个卫星联合探测月球的中立场 这在世界来说都是首次 中国用微波探测仪探测月染特征以及厚度 也是世界首次 我们都要尊重每个国家的智慧和创造性 然后他还表示 各国可以联合起来 共同探索月球 加深人类对月球的认识 然而 当时的日本和印度 正沉浸在探月成功的兴奋中 一心只想在探月中超越中国 根本就不屑于回应中国的合作建议 他们相继提出了更加宏伟的计划 日本再次强调 要在2025年建立月面无人基地 而印度航天局则要敢在2012年前发射 月船2号转着陆月球 甚至在2020年前 抢先载人登月 以实现对中国的全面领先 然而 他们显然高看了自己 低估了中国 探月工程不仅是一项 需要资金持续投入的烧钱项目 还是一项需要周密规划 大量人才以及技术支持的高科技项目 在资金之事上 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重创了日本 让日本的经济从失去的10年 变成了失去的30年 随之而来的是 日本政府对航天项目的预算不断减少 从2008年到2012年 日本的航天预算连续4年减少 很多项目只能被迫延期 2013年 日本的JXA载人技术领域负责人 佐藤直述在接受采访时说 日本正在寻求 在探月工程方面进行国际合作 要想推动人类探索月球 和其他行星的事业 就需要一个有着雄厚的经济 和科技实力的国家 来发挥带头作用 我想接下来就需要中国来挑起这种弹 如果中国能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话 会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的 然而 过去中国呼吁探月合作时 日本是爱搭不理 现在日本想要合作时 才发现 他们已经是有点高攀不起了 在日本航天经费捉襟见着的时候 中国的航天经费 却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不断增长 取得的成就也是愈发辉煌 2013年12月 嫦娥三号探测器 成功在越面实现软着陆 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 第三个实现越面软着陆的国家 真正在探月项目上 与日本和印度拉开了差距 并且 嫦娥三号上还搭载了 我们自己研制的 玉图号月球车 实现在月面上 无人行走和探测 这意味着 在日本最有优势的机器人技术上 我们已经不需要 跟他们进行合作了 而且在项目规划上 中国航天更是远胜于 其他竞争对手 在越船一号取得成功之后 印度的自行星高度膨胀 在后续的越船二号项目中 印度试图直接一步登天 在越船二号中 塞入了轨道探测器 月球登陆器和月球车 三大部件 准备在一次任务中实现 轨道探月和月球登陆 两大目标 这就相当于 把嫦娥二号和嫦娥三号 两次探月任务 集合成一次 难度可想而知 而最终的结果 也不出意料地出现了问题 先是与俄罗斯联合研制 进展不顺 改由印度自己完成 从原定的2012年发射 延期到2018年 再延期到2019年 好不容易在2019年的 7月22日发射升空了 结果因为探测器的重量太大 印度自己没有足够的推力火箭 不能把月船二号 直接送入月球轨道 嫦娥三号四天 就走完了地月旅程 而月船二号 足足走了29天 到了月球轨道之后 月船二号在9月7日 进行了着陆器登陆的尝试 结果着陆器 在距离月球表面的 2.1公里处 与地球失联 一头扎进了月球地表 软着陆变成了硬着陆 这误宣告失败 而我们的嫦娥探月工程 不仅严格按照 绕落回的顺序 从嫦娥一号到嫦娥五号 用了13年的时间 共计五次发射 一步一个脚印 完成了规划中的探测任务 在进行关键节点任务时 我们还提前做了备份规划 嫦娥二号是嫦娥一号的备份 而嫦娥四号则是嫦娥三号的备份 在嫦娥一号 三号一次性成功的时候 我们就重新利用备份的 嫦娥二号四号 完成了月球落点规划 世界首次月球背面着落的任务 可以说 我们的探测规划 具有稳妥的三步走家备份战略 也有节俭的备份卫星再就业方案 从而造就了我们在探测工程上的领先 当然 航天项目与所有的高科技项目一样 发挥最重要作用的依然是人才 而在这一点上 中国航天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 在嫦娥五号从月球取样返回时 24岁的首位太空女指挥官周承玉 就因为其年轻而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而像她一样的年轻科研人员 在中国航天项目中随处可见 长五号任务的总调度刘建刚出生于1989年 长征五号火箭总控系统指挥官许文晓 不过26岁 整个嫦娥探卫团队的平均年龄只有33岁 科研团队的年轻化 无疑说明了中国航天涌入了大量的年轻人才 这对于航天项目来说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 历史上 1969年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时 阿波罗团队平均年龄同样只有33岁 马斯克SpaceX公司 员工平均年龄更是只有28岁 相比之下近年来 NASA员工的平均年龄已经变成了52岁以上 有断档的风险 NASA的众多项目也开始不断延期 超值 而日本的情况甚至更糟 日本航天机械产业的从业人数 从1995年的约1万人 减少到2013年左右的6000人 到2017年 日本航天机构的雇员总数约有1500人 甚至不足以独立开展 载人航天项目研究 人才上的优势 带来的是技术上的领先 日本早在1990年就进行了绕越飞行 但直到目前都未能解决 月球着落的技术难题 2022年11月 日本首个灯月探测器 浩克号发射后 与对面失去联系 宣告失败 2023年4月26日 日本白兔号灯月舱 在着陆过程中失联 坠落在月球上 相比之下 我们在2007年实现绕月 2013年的嫦娥三号 就实现了第一次月面转着陆 2019年1月 在印度月船2号 日本浩克号月球探测器 还没发射的时候 我们的嫦娥四号 就成功在月球背面着陆 成为人类历史上首刻在月球背面着陆的航天器 开创了月球探测的新篇章 2020年11月 我们的嫦娥五号 不仅实现了月球软着陆 还成功采集了1.7公斤的月球样品 并顺利地返回地球 我们由此成为继美苏之后 世界上第三个获得月球样品的国家 而到了现在 与日本、印度进行登月之争 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目标了 甚至追赶上美国载人登月的记录 也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我们的下一步月球探测规划 一样分为三步走 分别是 堪、岩、鉴 我们将在2026年前后发射嫦娥七号 对可能存在水资源的月球南极进行勘查 为后续的嫦娥八号任务奠定基础 2028年前后 我们将发射嫦娥八号 与前期抵达的嫦娥七号 组成月球南极科研站 我们将在月球科研站的基础上 构建月球国际科研站 建立一个短期有人值守 长期自动运行的月球科考基地 这将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月球长期科考基地 在遥远的未来 甚至有可能作为我们探索升空的跳板 为我们打开通往星辰大海之路 中国探月甚至登月能不能超过美国 其实答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探月需要长期稳定的计划 研发人员坚持不懈的功课困难 各方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支持 中国在这三样里全都占着优势 年轻的人才 全球独有的制度优势 再加上越来越好的经济和资金的倾斜 就算未来几年无法超越美国 但是在更长远的未来 也一定会赶超他们 至少我是相信的 以前我们吹过的牛都可以实现 现在我们吹的牛 未来也一定会实现 好了 我是熊猫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